2019年5月18日,庄严收到一份快递 拆开来最上面的一张纸上赫然印着传票两个大字 接下来几页是诉状 一看到王彩平三个字,庄严心底的那一缕恨意陡然升起 庄严,今年38岁,是广东省佛山市一家公司的职员 2010年初,他和金毅金人介绍认识 金毅和庄严同名,原来是佛山市一名普通的公务员 同事大龄的两人对彼此都不反感,就约定出处看 2011年5月,他们结婚了 整个婚礼两人都很平静,彼此心照不宣 不过都是遇到了一个合适的结婚人选罢了 婚后生活平淡和单身生活没什么两样 然而,这一切随着小九的到来,彻底发生了改变 2013年9月9日这天,庄严的女儿出生 庄严给他取名叫小九 出为人妇,金毅的表现没话说 他每晚都会给孩子洗澡 还毫无怨言的半夜爬起来,给孩子换尿不湿 凡是孩子的事他都乐呵呵地去做,还乐在其中 他算不上是一个好的爱人,但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好爸爸 庄严暗暗劝慰自己,虽然他们之间感情平平 至少金毅是爱孩子的 庄严想就这样过一辈子,也未尝不渴 然而,生活往往出乎人的意料 小九到了一岁多,对庄严和金毅的呼唤还是无动于衷 其实,在小九刚出生做新生儿听力筛查时,就没有通过 当时,庄严和金毅查了很多资料 由于客观因素的影响,比如耳道里有羊水、叮咛等 有很多听力,出筛的婴儿不能通过 庄严问了医生,医生也说有这个可能 让他们42天后再去复查 后来,金毅不止一次地跟庄严提起这事 但是庄严总抱有侥幸心理,安慰他说,孩子大些就好了 而金,小九已经能走能跑 他们不得不再次面对这个现实 带他去医院检查,诊断结果很快出来了 果然是先天性耳聋 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把庄严和金毅打得晕头转向 从医院回来以后,金毅简直就像变了一个人 他不仅对孩子不闻不问,而且每天回家都很晚 回到家不是醉醺醺,就是躲到另一个房间去睡觉 庄严和他大吵,责怪他不像的男人 不敢面对问题,只知道逃避 他责怪庄严肯定是他家那边有类似的遗传疾病 实际上庄严的一个远嫁姑姑确实有先天耳聋 只不过金毅不知道罢了 庄严不敢承认这件事 金毅就说庄严是怀孕的时候受到感染 庄严拿起桌上的一个花瓶砸向他 恨恨地骂道,你这混蛋,非得找出原因来嘛 现在的重点难道不是要给孩子治病吗 金毅躲开花瓶 看病,肯定是因为你 要不是你的原因,孩子能出这种事吗 庄严撕心裂肺,对他大吼一声 滚 金毅摔门而去 庄严趴在沙发上,放声痛哭 无碍的婚姻,果然进不起一丝的风雨 这是什么男人 一点担当也没有 一点责任心也没有 他还能依靠谁 庄严没有兄弟姐妹 母亲一个人在乡下,身体还很不好 庄严不敢惊动他 金毅的父母去世多年 只有一个领养的姐姐比他大十五六岁 早就嫁去了香港 他们姐弟也几乎不联系 庄严只能依靠自己 庄严带着小九开始往返于各大医院 医生给出了几种治疗方案 药物治疗,安装助听器,植入耳窝 进行听觉和言语训练 在这几种方案中 植入耳窝效果最好 但是也最贵 买耳窝的钱和手术费用 加起来大概要三十五万 庄严当然希望给小九采用植入耳窝的治疗方式 虽然这时候金毅已经不回家 但庄严还是想和他商量这件大事 毕竟三十五万庄严根本拿不出来 庄严拨打金毅手机 谁知金毅已经关机 庄严只好去他的工作单位找他 金毅的同事告诉庄严 金毅利用植物之便给一家施工方 透露了一些情况 被人举报 事发后他就被迫辞职 施工方 庄严突然想起一个女人 王总 这是金毅对他的称呼 金毅有几次就是和这个王总喝酒应酬 庄严只知道这个王总离婚了 难道这个王总就是施工方 不久 金毅回家提出要和庄严离婚 庄严又气又恨 气他没有责任心 恨他在最关键的时候 抛下他和孩子 庄严赌气说不离婚 逼他为孩子的手术 费想办法 就这样 在拉拉扯扯中 小九三岁了 庆幸的是庄严家门口有个幼儿园 该园的园长是庄严的朋友 庄严给他说明情况 他同意让小九入园 这两年的时间里 庄严一直在给小九进行治疗 但效果不是太好 因此 庄严还是希望能给小九进行耳窝植入 一劳永逸解决他新天性耳容的问题 医生说 像小九这种情况 最好是在六岁之前植入 而且越早越好 这几年 庄严努力工作挣钱 节约每一分钱 但是和三十五万 还是相差千万里 就在庄严愁眉不展的时候 小九又感染了病毒 咳嗽得厉害 庄严连夜抱着小九去了医院 小九烧得小脸通红 庄严望着病床上的孩子 想着他的病 想着自己的婚姻 那一瞬间 庄严觉得自己的人生 没了什么希望 活着就是痛苦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 庄严自己也说不清 他给金毅打电话 告诉他小九病了 正在医院住院 这一两年 金毅已经很少回家 庄严听几个朋友说过 他已经和一个女人住在一起 那个女人应该就是王总 庄严的心思权在孩子身上 实在没有经历管金毅的这些破事 金毅这次倒是很快赶来 在医生的办公室里待了很久 不知道和医生说了什么 他让庄严回家休息 他来照看孩子 第二天 金毅告诉庄严 有人在小九的住院账户上 打了40万 并留言 希望小九早日康复 庄严几乎要蹦起来 怎么回事 是谁啊 金毅摇头 表示不知情 庄严打听一圈 也不知道是谁 庄严怀疑是金毅 但是又摇摇头 他工作都没了 哪里来这么多钱 再者 即使真的是他的钱 他也没必要瞒着庄严啊 这40万 成了一个谜 到底谁是那个救了小九的好心人呢 虽然没有打听到钱的来源 但总算是有了治病的钱 小九的手术很顺利 庄严抱着耳窝直落后的小九 又哭又笑 账户上还剩下5万元 金毅说 这些钱让庄严拿着 将来给孩子做听力训练用 虽然用不了这么多 但庄严想有钱总不是坏事 就没有说什么 就在这时 金毅提出了离婚 这两年 庄严的婚姻 早已名存实亡 如今 小九的治疗也进展顺利 庄严的心情也舒展了很多 于是 庄严很爽快地答应 金毅还透露 他果然是和那个王总在一起了 当初就是他借植物质便 给王总透露了报价 算起来 他也是为了王总才辞职的 从此 庄严和金毅形同陌路 现在 庄严却突然接到一张船票 王彩平竟然要告庄严 对 王彩平就是那个王总 庄严恨恨地想 这个王彩平做了小三 破坏了他的婚姻 他没追究这个 王彩平也就算了 他竟然还舔着脸来告他 告他什么 他的诉讼书上写着 让庄严还他的钱 笑话 庄严连他的面都没见过 更别提借过他的钱 庄严按照船票上的时间 和地址按时出庭 第一次见到了王彩平 说实话大失所望 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人 看起来比金毅至少大七八岁 被告席上只有庄严自己 原告王彩平陈述案情 原来 在2016年12月6日 金毅向他借了50万 说是去买婚房 谁知道金毅拿到钱之后 没多少日子 就一去不复返 电话打不通 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找不到他 现在两年多过去了 他要让金毅还这笔钱 可他找不到金毅 他认为金毅借那笔钱时 和庄严还处在婚姻存续期 那笔钱对庄严和金毅来说是 夫妻共同债务 因此他要求庄严来偿还这笔债务 他还拿出金毅写的一张借条 日期果然是在庄严和金毅离婚之前 这算怎么回事 金毅当初借这笔钱 庄严根本就不知情 这算哪门子夫妻共同债务 庄严在法庭上据理力争 只是庄严也没有什么证据证明 他不知道这笔借款 对当初他们二人同居的是 庄严也没有什么证据 法官听完庄严的陈述 建议他们双方停下和解 从法院出来 庄严意识到 找到金毅才是这个事情的关键 思来想去 只有一个办法 可能王彩平还没试过 那就是金毅家乡的一个远房叔叔 因为血缘关系不尽 金毅未必和王彩平提起这个叔叔 庄严找到叔叔家 从他那打探到一个电话号码 打过去 果然是金毅 庄严要求 他务必回来一趟处理这场官司 果然不久 金毅回来了 庄严 王彩平和金毅约到一起 金毅主动坦白了一切 原来当初小九咳嗽住院时 他找王彩平 借了五十万 名义上是说王彩平平时工作太忙 没有闲暇时间考虑婚房 金毅就替王彩平打理这件事 等房子买了 他们就结婚 为表诚意 他还打了借条 王彩平信以为真 就把钱转给了金毅 金毅拿着这笔钱 转头就到医院 给小九交了植入耳窝的钱 他事先已经向医生咨询了所有事项 他赚了四十万 自己预留了十万 在小九手术期间 王彩平催问房子的事 金毅就推说 正在各处看房子 等到小九手术顺利完成 出院之后 金毅和庄严离婚 拿到离婚证书的金毅 并没有回到王彩平身边 而是带着这十万元 去了深圳 他本来打算 用这些钱做资本创业 谁知 不到半年 他创业失败 十万元赔得一分不胜 走投无路之际 他想到了姐姐 2018年初 他去了香港 在姐姐的安排下 他白天是公司的一名小职员 晚上去餐馆打工 每天做着两份工 很是吃了些苦 他自知没有颜面见人 就拉黑了所有人的联系方式 这也是谁也找不到他的缘故 听完金毅的一番陈述 庄严目瞪口呆 当初给小九做手术的钱 果然是金毅的 只不过是他借的 而且还是借的情人的 金毅说 当初他得知小九的病 一下子就懵了 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 后来后悔了 却又没有钱为小九治病 只好骗王彩平的钱 事后 他觉得谁也对不住 就逃到外地去挣钱 王彩平追问金毅他俩之间的感情 金毅实话实说 对王彩平已经没有感情 但是金毅主动提出 肯定会偿还王彩平的钱 先还20万 剩下的钱保证 在两年内一定还清 并答应给王彩平写字句 金毅还说出庄严和他之间 也没有感情的事实 庄严提出 既然这笔钱是给小九看病的 他理应出一半 也就是说 40万庄严偿还一半 20万 庄严现在手里有7万左右 庄严说明天就转给王彩平 剩下的钱给王彩平写字句 争取三年内还清 王彩平看看庄严 又看看金毅 良久 他对着金毅说 既然这钱是给孩子看病的 那我也不要了 算是还当年你泄密给我的一个恩情 不过 刨出孩子看病的35万 还有15万你必须还 接着王彩平又提出一个金调庄严下巴的要求 他想做小九的干妈 原来当初王彩平就是因为无法生育 他的丈夫才和他离得婚 他非常喜欢孩子 现在既然发生这样的事 就说明他和小九有缘分 2019年7月 金毅给了王彩平20万 王彩平便与庄严达成庭外和解 写了协议书 撕掉了那张借条 2019年10月的一天 庄严在幼儿园见到王彩平 知道他是来看小九的 庄严站在不远处看着他们 王彩平和小九有说有笑 庄严心里感慨万千